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盤早段是有一个冲高回落 三大指数早段一度是集体翻红 之后走势就再度分化 固执是维持一个红盘震荡 盘中再现了一个V型反弹 那么创值走势比较弱 总体来看个股都是跌多涨少 上午半日成交5130亿 那首先请许总来带我们关注一下 今天A股方面的盘面焦点了 盘面焦点今天是非常有特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今天是很明显 数字经济是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板块 那么它这个成为主流板块 并非把整个大盘带起来 相反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一枝独秀的行情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创业板指数为什么走得弱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 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新能源板块的 权重股的调整使得创业板指数 始终处于一个弱势状态 那么科创嘛也类似 那么科创嘛也是一些大型的 医药类的个股啊 实际上也是处于一个调整状态 那么导致总体来说啊 我们注意到除了中字头个股 和目前的数字经济为主的这些 我们所说的性创也好 数字安全 包括软件啊 互联网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个股啊 能够走枪以外的 其他的板块都处于一个 非常弱势的一个状态 那么就终整个盘面呢 就形成了非常明显的 我们所说的二八分化行情 那么这在今天呢 显得尤为的突出 而且呢 今天整个明显是出现了什么 大量的资金啊 开始平仓一些 我们所说的原先的赛道股啊 追高去买入一些 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的 数字经济的一些热门板块 那么这形成了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成交量的 一个明显的放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判断整个市场 在目前应该很清晰的看到 整个板块已经集中于数字经济 而且呢 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板块的 是群体效应的 我觉得在近期 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那确实像许董提到的 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 现在市场上有一个 结构的分化的情况 也正在加剧 包括像之前 理电光伏这些前期的赛道股呢 近来呢 是接连的创新第一 而像刚才提到数字经济啊 中字投啊这些股份 得益于各种的概念 近来呢是领涨大势 所以想问一下 您会怎么来看 这样的一种市场风格的 这个切换呢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 切换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向 您觉得投资者 应该如何来把握呢 我觉得把握了 今年的这波行情呢 首先呢 我们非常清晰的 把一个主线 或者一个投资逻辑呢 短期里面 把它给证伪掉了 大致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认为呢 经济复苏所带来的 消费板块的复苏啊 短期来看呢 已经形成了 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歧 而且这种分歧呢 无论是从汽车板块 无论是从一些消费股 白酒啊等等 已经看到 经历了一个季度的 经济的一个反复以后呢 经济的这个复苏啊 较至于我们判断 是低于预期的 包括外贸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显示出呢 整个市场啊 它在政策导向过程中 它宁愿去寻找一些 政策能够扶植 同时呢 又具备了一定 内循环特征的一些行业 那么包括像 国家安全概念 数字经济概念 我觉得这和外围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 不确定的需求 或者不确定的 地缘政治的风险 所带来的行业的冲击啊 相对来说 它有一定的防火墙 所以呢 这类个股呢 往往在短期里面呢 尽管它的业绩 不可能出现比较好的 一个增长的预期在里面 但是呢 由于是政策 由于是未来的 产业转型的一个主导 所以呢 市场呢 更愿意从政策导向 去寻找市场的机会 也就是说 我们认为呢 未来的这个板块 市场更愿意 跟着政策去走 而不是跟着业绩和 经济复苏的这条主线去走了 嗯 明白 那近来我们也看到 跟经济面相关呢 就是关注到汽车 跟经济复苏相关的板块 近来呢 可以说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调整 网上我也是看 频频看到呢 很多的这个汽车经销商啊 都在进行一些降价促销 广告消息是络绎不绝 而且我看降价幅度 都还蛮夸张的 可能都是几万 十几万的降价 所以通过这些现象呀 请问一下 许总 您会如何来解读 目前的这个市场反应 跟它背后 所折射出的这个经济环境呢 面对这样的一个市场情况 那么投资者 应该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市场可能有一个误区 始终认为呢 这种降价呢 可能是和汽车产业的 我们所说的 总体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增长 占据了原有传统燃油车的一个市场份额 导致那燃油车呢 形成了一定的产能过剩的现象 但是呢 这只是原因之一 我的判断呢 就是很明显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 整个经济给投资者 给消费者带来的什么 就是消费能力的一个降级 也就是说 大家没有那么多 可选消费的这个资金 去进行大宗的 像汽车消费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它导致怎么呢 尽管汽车前段时间 它也有降价 尽管新能源汽车 像特斯拉 它也有不断的一个 降价的这个市场的行为 但是总体的 我们看到的 大宗耐用消费的 这个市场群体啊 已经明显在减少 这就是反映了一个经济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现在说刺激消费 与其不能说了 增加就业 也增加收入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觉得就代表了一个 就代表了整个经济的 进入到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 衰退阶段过程中 很多行业啊 靠政策去刺激它 难度是相当大的 嗯 明白 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啊 我们也请教一下 现场嘉宾莫哈南 卡斯佛尔的 其实看到这个 内地很多的科长 都面临着这个 降价的一个格局 但是你看新能源车 本港方面上市的 像比亚迪 今天股价也是要继续承压 也是跌穿了200块的一个水平 其实在这一块感觉 燃油车包括新能源车 最近也是承受压力 您怎么看呢 背后所发映出一些 板块方面的投资价值 跟这个国内整体的 这个经济情况 是不是代表了说 消费端 尤其像这种汽车类的 大宗消费在今年 都不会成为一个市场的 主要关注点了 我觉得今年都应该是 大家可以去少看一点的 这个汽车板块 因为最大的问题 还是那样子 首先汽车真的不是一个 非常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因为你的什么压注机 或者是你的其他 那些零部件 基本上都是可以 也就外包搞定了一些东西 所以就基本上 所有的公司 都是自己把这个车 整车业务去完成了就好 所以看到说 吉利这一些的话 为什么它毛利率这么低 因为基本上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工业股 不是说一家 非常高的技术含量的股份 所以现在就造成说 像许总刚刚所说的 就是我们经济环境 导致说我们的消费不行了 然后所有人的 可支配的收入下降的时候 然后大家买的东西 其实都降价了 然后价格下去了 大家会发现说 所有的车厂 都降价的时候 有哪一支可以活下来的 那首先 这个比亚迪 跟可能是特斯拉 这些公司 因为它人家 真的是有技术 有电磁技术 有其他的那些 AI或者是有电脑的技术 可以去支撑 它本身有比较高的一个价格 然后因为它这个规模比较大 所以成本也是可以 拉得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一些 它活下去 是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就是 我们刚刚说的 三小 魏小李三家 那本身就可能只是说 一个整车的业务 然后本身 它的这个销量也不高 然后它估值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说 我们这样子去平衡的话 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股份的话 在这一轮的一个竞争当中的话 就很可能被特斯拉 跟比亚迪给挤出去了 而且我们看一下那些 有的真的是 有技术实力的车厂 我30%的毛利率 我能够持续地赚钱 即便到20%还能赚 但你一些可能高估值 一些科技 这个小 这个车厂企业 百分之十几的毛利率 本来就还没有盈利 再减减毛利率 可能这个盈利都成困难的话 可能又是一轮市场 重新的筛选跟洗牌 那另外我们再看国际上面 像中国最近我们也关注到 促成了伊朗跟沙特之间的一个和解 也令到市场带来了不少的一个憧憬 当然主要集中在 一带一路的相关市场 今年我们看也是 一带一路的十周年 那么沙特伊朗 也是一带一路当中 两个重要的伙伴 那么这也是中国国际工程业务的 一个重要的市场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 沙特跟伊朗两个国家恢复外销 那想问一下许总 您认为未来对于一带一路市场 和相关的一些标的 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一带一路呢 是最有利于中指头的这类国企 或者央企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 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它只是针对于央企和国企 民营企业我觉得呢 要走一带一路呢 目前来看呢 还是面临非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好的一带一路呢 更多的是以央企和国企为主 而且呢更多看好的呢 以基建 比如说中国建筑啊 中国交建啊 中国电建啊 甚至于一些中国国企 央企为代表的 所谓的电力的特高压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这个呢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市场机会 因为在目前来看啊 我们看到像欧美西方的 我们所说的一些需求外向型的经济啊 未来几年肯定会收缩 所以呢 它只能像一带一路啊 通过央企国有的这个资本力量 去推动它消化国内的这些过剩的产能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思路 只不过呢 在目前来看呢 这一块蛋糕呢 更加集中于央企 嗯 明白 好的 那也是感谢许总在这一时段 跟我们来的分析跟解读了 接下来我们先去节广告 休以回来之后再回来跟Casper聊